家里家里家里 我不在哪 我不问你嘛 你是哪个专家呀 你是专家吗 是啊 我躲躲躲躲躲躲躲 专家在这儿呢 知道吗 找专家谁找你啊 这是专家 找专家 我见过他嘛 你看看 我问你 上回你闯进来就这儿呢 照相 照相 来 照相 哎呀 这银子就了 这银子就了 这银行 银行行这怎么回事你这儿呢 照相 照相 什么主名正事 来 照相 这个不能光照相 今天两位专家都在这儿呢 人家两位对茶叶是非常有研究 王老师对冲茶泡茶茶道是专家 冷帅先生呢 是对这个茶的历史是颇有研究 我们今天这儿光干说也没意思 没有瞧我们桌子上吗 什么东西都齐了 咱们请王老师边泡着茶边聊着 您等会儿 怎么了 先别忙让人王老师先来 为什么我也喜欢这个茶叶 你这个在家都不洗澡的人 你 文明修说这干嘛 不是沾水不行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儿子不刷牙 我儿子不刷牙 他是火命 这都是真的 你现在对茶叶感兴趣了 不是感兴趣 我会这个 你瞧瞧 我看我师父学了这个 抽烟喝酒烫头泡茶嘛 还差一羊马 那要真的话咱们来一回吧 试一试 你这样王老师这边泡茶 你也准备一套东西 好让王老师随时的纠正好不好 太好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上个家伙 来来来看 谢谢 好好 不要磕头 不要磕头 没磕头 赶紧 赶紧磕头 开始是吧 开始泡茶 你看这里 没有茶叶 怎么办呢 等着你泡呢 茶叶 给我吧 快给我茶叶 你泡 你让我拿什么茶叶 没有啊 没有干嘛去 找人借点 找专家要点 干嘛呀 这叫什么转家 这叫什么转家 王老师这个 泡茶 对对对 没有茶 能借我吗 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 我认为你们就先泡脚就去 帮我热水喝热 好好好 开始吧 来来来 这不是我防身用的吗 对 大天饼 干凉啊 咱那怎么开开了 好了 咱就开始了 开始开始了 开始啊 我是能绝盖不 哎呀哎呀 嘿好手的 哎呦 你这么大劲呢 那可刻意没洗手 我给你说 哎呀原汁原味啊 你洗手我可不许 他应该怎么例子 一掰就掰 能喝吗这个 用手还粗 哎呀呀呀呀 这就别粗了 我问你吧 我可没瞧过这 掰就掰了 干嘛还粗啊 人家没有这么泡的 你不知道 不知道 这是专家教你的 你等我问问吧 那个什么 专家呀 你说 专家我问问吧 这个茶叶掰起来 可以搓吗 我给你问啊 哎哎问问问 刚才郭麒麟 把茶叶掰完之后 拿手玩了便搓啊 这个是什么道理 你给你讲一下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茶叶啊 它是最忌讳 用手去拿捏的 因为手上呢 有汗气 有时候还有香气 因为这样个人的体 体症不一样 所以它就会传递气味 那我们在接触的时候 包括做茶 包括泡茶 都是不能用手的 要用我们相应的工具 我手里面拿这个呢 叫茶盒啊 盛放茶叶用的 这个是叫茶针 来剥取茶叶来用的 所以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经常会说 生活茶 生活馋 在泡茶的简单的过程当中 去误得产机 那也就是让我们在面对 一泡茶 一夜茶的时候 培养自己的恭敬心 对茶的尊重 对人的尊重 对自然的尊重 所以这份恭敬心 我们从泡茶一开始 就要慢慢慢慢的把它融入水 融入茶的芬芳里面 听懂了吧 来传达一下吧 好了好了好了 错错错了 还夸你呢 没骂你就不错了 怎么意思呀 第一步就错了 人家得有专用的工具 有专用工具 再说没有你这玩命搓的 知道吗 我不怕不碎吗 你得了搓完之后 连你手上的泥都搓进去了 知道吗 我就怕不够闲 哎呀太脏了 行行行 已经掰了就扔吧 扔扔 赶紧怕渴死了 我这都倒了我那样 来来赶紧 快点我这都专家教过的 快快把我的秘笈拿出来 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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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这还是秘笈 别忙啊 认字吗专家 认字 这差不多了这东西 可以了 专家嘛 你等会还没倒水吗 你怎么盖盖的 别着急 等会 你们怎么喝呀 直接倒你嘴里呀 都烫啊 对呀 咖啡呢 咖啡呢 走走走快快快 快赶紧住手 快 这摆的满满都是悲剧 我跟你说 太悲剧了 谢谢 看这个 比较环保 比较环保 这是什么牌子呢 这个 这是 这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 我跟你说这有牌子吗 你没有 你没有 卫生指定专用产品 就这个 好 快唱吧 这就是第二步知道吗 放完茶叶就得这样 不着呀不让喝茶直接枪毙 我给你 不 你 你